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六環彩的環節 晚上跟大家說六環彩,當然是每場最終六關 跑到頭兩名就有六環彩,中六保獎的話全部跑完第一就可以了 最終六關每次都會用三場三隻,兩場兩隻,一場一隻 一共108個組合,最少兩元住的 216元買就可以讓大家看到這個六環彩,如何構成參考 還未說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會有四星龍珠,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今次還有IG記得follow 昨天按IG頭像,有個貼士就會分享給大家參考 馬上帶大家看看,頭一關3T長刺的次關 這場真的很難,我想貼三隻都不容易中 希望可以中到,就算有頭兩名也不容易 博賽,其中一隻沒有入過頭二的路程 不過上次輸給常永常勇強組,加成2000 抽到漂亮檔順下去,巴道騎長途是好一點的 歐洲騎士,包括八米高 發財美級真是贏過這路程兩次,瞬間看獨役 跑三次又兩次Win,我覺得是六寶希望 威慕勇區錯跑這路程,爆冷靠這些 田泰安拿來騎,怎樣呢?上次騎得 就是谷草追不及,抽了十一檔 總理中華英雄全部擺在前面,算是蝕了暴促 在田草直路夠長,不一定要下班才跑到,可以考慮一下 去到第六場,都要選三隻,萬里非至,當然路程專家 這個路程當中六環都有十次,不選他就吃虧了 海船時光輸給金池去年,粗到現在才出 當然有傷患,不過粗好才出,不會試給你看 爆冷的要靠這些,當位不算太好 但有賠率可以試試 想贏水晶酒杯沒有賀澤耀,沒辦法,希望賀澤耀早日空服 讓周俊樂試完閘後,上次有些脫開對手 升班不一定不夠跑,變回冷門,反而可以試試 去到第七場,相信我,一隻可以了,分太高了 神經病,一百零二分跑平磅,屈人機 至少有六保,沒有Win不出奇,沒有投意叫我,我真的不相信 另外兩隻跑千八位三級賽 有些新進分子,譬如標志5G,上次受了被人告掉 不受了或者贏到都不期 在這個路程,什麼十幾磅呢?未必快路 只有一隻在後面擺著,過關高東尼起碼有多出奇 試試這隻 知足常樂,早排貼過,輸給直線力山 那次寬論都可以拼得開花 一樣磅數,這次敗跑對手差一點,不是二級賽 三級賽,有些什麼重磅馬呢? 他反而有好處,一二三磅 抽回靚蕩,跑二千,不可以,一千八可能追得及 捱到回來,靚蕩一樣可以的,售好是 另外,第九場都要選三隻,有少少亂局的場合 四班千四,擺尾二個場都鼓爆冷 前面放頭走的,輸給好勁力的 有這隻艾利奧,其實都算斷速出色 六歲處女馬來的,怕他不贏不要緊 金榜之星一樣都是,大家都熱門抽大外檔 蔡悠漢殺手連場,殺星震天 看看潘頓可否幫他贏這隻 兩隻處女馬,你都怕不要緊 我們選第三隻,怎麼有一隻走入前二吧? 其中一隻就是春風萬里 上次輸給獨步天下金榜之星,好像都是虧步速的 金榜之星都一樣是後上不及 但這隻馬受到妨礙之餘,本身都抽大外檔 今次檔位好了,找暴民騎工更佳 看看哪一隻可以去到前二 甚至贏也不出奇 第十場選兩隻都是泥地馬 晶晶日上,等了二班泥地很久 終於都有了,今次這隻從未逢敵手 沒掉過Q的泥地馬,不選有鬼 另外就是移競力,上次泥地三班人都很輕鬆 升班不用什麼重磅,什麼少20磅 其實對手都不差,全龍區那些喜智寶全部都會贏 還要全龍區泥地這麼厲害 移競力上移班不是沒有價格 新馬特別獎金,十十一 我想你買對碰溫都會贏,看看哪一隻贏 當然,晶晶日上機會較大 如果剛才太亂,不知說哪一隻 不怕,這個位置都會有些波波給大家參考 大家記得在六環彩裏做一個適合的選擇 自己改調配,增加或減少組合都可以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頭兩關比較難 待會有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晚一點再見,拜拜